我們會去到這個49樓 看看現在全身不深 市區裡景觀最漂亮的樓層 我開廣角給大家看看 因為這裡是無遮檔 看湖的了 前面是一定不會起樓的了 買湖景山景 我掃過來給大家看看 永久景觀 什麼?錢被人凍結了? 趕著買樓的,怎麼辦? 大灣區買樓最怕匯款的時候 資金被凍結,令到血管無歸? V家擁有合法匯款牌照 有什麼問題? 100%由V家賠給你 全港18間分店 超過100位香港經紀 為大灣區置業的香港投資者 提供安全可靠的買賣樓宇服務 我現在就要我做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前兩天 我去了京基羅湖布森站附近的 京基樓盤叫天韻府 很久沒見過 一個這麼成熟的地區 又有人間生活煙火氣 但又有超級無奪水附近的樓盤 這個真是被深圳看新樓的話 必看 如果這個預算去到400-500萬 這個樓盤真是極度推薦給大家 去片看看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區位 沙盤圖看一看 現在我手指著的地方 就是京基天韻府 這個地方就是屬於舊城改造 什麼叫舊城改造 就是拆了之前的舊樓 再重新建造 這個地方真的很多香港人都應該很熟悉 這個地方屬於羅湖區 以前旁邊的項目外面有些二三年的舊樓 其實生活配套很成熟的 出到去也都很有人間煙火氣那種感覺 你出去買東西吃東西很方便 直接說一些商業配套 十分鐘的路程 有個深圳天河城是十二萬方的商業 吃喝玩樂都已經應有盡有 然後如果你想再去大一點的商場 搭一個站地鐵 從這個布森站搭一個站 去到白格隆這邊 我就住在這裡 白格隆這邊有個布吉萬象匯 那個是整個片區裡面 在這個布森片區裡面 它是最大的一個商場 一個地鐵站 就非常之方便 其實我想說羅湖 你拿出來 去對比其他任何一個城市 吊打那些什麼中山珠海的城市 所以其實你住這裡 這些配套你是不需要擔心 吃喝玩樂什麼都可以玩 好 接著它旁邊就是 京畿很成功舊改的地方 布森國際珠寶時尚創意區 這個就是很多京畿舊改的項目 全部都很成功的 所以現在它慢慢慢慢開發到這一邊 這個樓盤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它的東邊是深圳水庫 它的西邊是有一座山的 叫圍嶺山 所以一邊山一邊水 夾在中間 床峰最起的地方 所以它買這個高樓層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湖景 有幾個湖景都是看的 非常之美 永久的景觀 雖然它來這個湖 還有一點點距離 但是前面那些是商品房 已經拆不起來了 是一些樓 已經 那邊都是三十多層的樓 所以很難會再起高 所以這個樓盤它是超高層 六十多樓 你買到這四十多樓 我剛剛就上那個 陽板房四十多樓 很漂亮 很漂亮 再講一講 有什麼醫療配套 有個羅湖區 富有保健院 其實在羅湖裡面 醫院這些商業都很齊全的 其實唯一一個缺點就是 在街道舊一點 但是沒有辦法舊區 這就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所以它這麼旺 地段又這麼好 交通又方便 它都是賣六萬元左右 所以它都公道的 這個價錢 好 接著再講一講 如果這個五號線 我介紹一下這個五號線 其實是一條 環穿整個深圳的線 所以如果到時你說 我不一定要搭地鐵 我可能住高鐵站近的 或者港島的客人 你們過去西九龍那裡 搭兩個站高鐵 去到深圳北 再轉這個地鐵 大概 亦都是二十分鐘地鐵 可以回到這個布森站 再走過來 幾分鐘就是我們的樓盤 非常之方便 好 現在看看這個 在售的這個動數 即將開售 就是這個1B洞 這個1B洞的話 我手指著這個方向 是東邊 就是望湖的了 它有幾個護形的 你現在我放一張護形圖 進來我們的視頻裡面 如果想選望湖的話 選擇03 04 05 06 07 都是可以望到湖的 03 就是82方 雖然可以望湖 但我覺得是不漂亮的 有房中房的 所以一定要改的 如果你想實用一點 那04 就是最適合上車人士的 都是望湖境的兩房 小兩房 70方 然後05 這個護形我覺得是很完美的 180方 住得非常之舒適 是望湖境的 然後另外再說一下06 就是這個大兩房的85方 大兩房 可以住得舒適一點 亦都是直望湖的 可能會比較受歡迎的就是07 這隻 和06這隻 是會比較受歡迎一點的 因為07 又沒有去到180方那麼大 它是150方來的 但亦都是望全湖境 這個積都方正實用的 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06、07 應該是會最Hot Sale的一個護形 現在我們上去看看護形 上去看看實體板房 我們會去到這個49樓 看看 你現在全身不深 市區裡面 景觀最漂亮的樓盤 Go! 好! 上來實體樓 我先看一個 我買得起的護形 04護形 70方的 望湖的單位 就是這個 最小的這個單位 兩房 到時它是精裝修膠樓的 現在我們先上去公地去看看 出到來 這個是露台 側身望湖 我現在無意玉眼給大家看 大概這個感覺就是這樣 玉眼看的感覺 哇!70方 我預計六萬一方 420萬 可以在 買到深圳的羅湖地段 這麼核心的地方 做到湖景看 我覺得真的 這個發展商對我們這些 小護形上車人士 真是 非常之友好 這邊就看回 這個 舊城區那些 什麼 那如果天理好的話 這個天鵝城 我靠近一點 其實是可以看到 地王大廈 經濟一百個地方 好! 看回室內 開我講過的兩房 第一間房 第一間房 這間房 都是看湖景的 小一點的 這間房 對不起 這間房是正常主任房 都不算太大的了 真是你放的 五呎床 這邊放五呎床 這邊放的衣櫃 都差不多了 那客飯廳 那客廳大概是三米三左右 然後這個 圓關位 飯廳 這裡都可以放個鞋櫃 那樣的 這裡進來就是廚房 到時是會有裝修膠樓的 我們上了工地 這裡 你現在開放了一層工地出來 生活陽台 70貨可以上露台 廁所 到時是精裝膠樓的 會做好廁所給你的 但是這間房就 沒辦法了 看天井 這間房 沒有去看的 外面天井位 這間房就真是書房 你當 或者放一張三尺床 但是 有兩夫妻 加一個小朋友 對於想在市區置業的話 我覺得這個回應真的很好 你地段又好 又有景觀 我們再看一次 這個回應 我自己心動的回應 我覺得很OK 無意欲眼就是這樣 我很難想像 上多十層去到六十樓 肯定更漂亮 如果天理好的話 他們的山景 是不只看這麼少 還可以看著後面的山群 好正 這個回應 以這個回應 可以有這個景觀 我覺得經濟 對上車人士非常之友好 沒有什麼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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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看看正常的望湖景 這個八二方也是望湖的 但這個也是要側向望湖的 這個 八二方來的 和剛剛的護營一樣 都是側向望湖 好 這個八二方就大一點 多幾間房 這裡是 我手指的位置 客廳 前面有兩個人的飯廳 進去第一間房 這邊是客廳 第二間房 這是套房 但這個格局就是房中房 我不是這麼喜歡 這個 還有一個半陣送的面積 這個護營很一般 我覺得 這個護營很一般 我們看一些是正望湖的 去第二個護營 我們看一些正面望湖的 我們看一些正面望湖的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八五方 你們會大喊的 看到這個護景 進來吧 廚房先 這裡 飯廳 還有廚房 飯廳旁邊 這裡有個生活露台 這裡是飯廳家 入戶位 這裡真的就是客廳 這裡 客廳這裡 嘩 我開廣角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裡是無遮擋 望湖的 前面是一定不會起樓的 除了這個藍色的 這個是他的第三期 對 然後這裡 看這些 挺正 哇 買湖景山景 我掃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永久景觀 爽啊爽啊 漂亮得爆 真是 天氣這麼差 都可以演得這麼漂亮出來 現在我們是下午四點多了 已經 八五方進去有幾間房 那個婦型也很方正 進去幾間房 這樣 第一間房 第二間房 這間房 也是全望湖的 嘩 看主人房 這些客房 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廁所 客房 主人房 大套似的主人房 對 前面也沒有樓 對 然後 這裡有個衣帽間 這個衣帽間 看出來就是 都是看山景 看一些城市景觀 當時會封好窗的 然後 哇 這個主人房 真的 這個主人房 沒有什麼好挑剔 除了價錢之外 但是如果它賣六萬元左右 買回來一些農區的均價 那我覺得真的值得買了 這個盤 很難得還有新盤 可以有這麼漂亮的景觀 這個八五方 和馬馬七十方 是我最推薦的 好 陽晚房看完了 現在它還未對外開放 它要起碼等到 今個月的月中 它才是接受那些看樓人士過來的 它現在正是讓我們中介過來 去學習一下 看看才這樣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樓盤有興趣的話 那就可以留意著了 到時聯繫回我 97944382 97944382 去和我預約看樓 好 今期節目差不多 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拜拜